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iOS 17 Beta 3的新功能 这次iOS 17新增了非常多的新功能 那随着这个版本的更新 许多的功能都会陆续的加进来 直到iOS 17的正式版上线 那正式版大约会在9月iPhone 15出货的时候 一并推出 那我们今天会看到新功能 像是小工具的更新 Apple Music的更新 或者是其他一些像是相簿之类的更新 都非常值得期待 那这次跟着iOS 17 Beta 3一起推出的其他系统 像是有iPadOS 17、WatchOS 10、MacOS 14、TVOS 14、HomePod OS 17的Beta 3都一并推出咯 好那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来看到的是Podcast App的更新 播放进度的部分呢 你这次就可以直接看到进度条 就是在选单的地方就可以看到 我们等一下也会示范给大家看 那另外呢像是有播放清单的全新设计啊 或者是从其他的App里面直接取得你在Podcast里面订阅的内容咯 好那我们现在直接来看一下这个App里面的界面咯 那这次在App里面蛮大一个更新 就是你今天不管是在目录啊 或者是首页的地方 你都可以直接看到你的进度条 就是你听到哪一份这样子 就是说这边我还剩下10分钟还没听完 我就可以直接点击 然后像是在播放界面这边呢 你就是可以直接按这个代播清单 你就可以看哪一些你还没有播完的 你就可以直接转过去这样 然后下一个呢要讲到Apple Music 但是现在有一个超棒的新功能 就是淡入淡出的功能哦 就是当一首歌播完的时候 它会跟下一首歌有淡出淡入的效果 要在设定里面设定 就是在里面呢我们去找到Apple Music 音乐 音乐里面呢往下滑 就会看到这边有一个交互混音 这个交互混音打开之后 你看下面就有一个秒数设定 你就可以去设定说 你这个淡出淡入要几秒钟 那我自己实际测试过这个效果是还蛮不错的 推荐大家可以打开 然后现在呢在这个歌曲里面 你可以直接看到更多的相关资讯 例如说我现在点到这首歌里面 它这边有一个i 有没有 我点下去 它里面呢就会有完整的幕后团队的资料 像它制作团队是谁啊 或者是下面呢 你还可以看到它的音质版本哦 就是说它的保证压缩啊 或是杜比全景深的部分 你都可以在这边看到 然后像是歌词 他们也一并放在这里了 所以在这边呢 其实就算是一个统整的界面 这样子像是歌词什么的 就是要来这边找 在下一个呢 我们看到小工具的部分呢 现在Beta3加入了时钟的小工具哦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要在哪里加入哦 一样呢 我们就是在抖动模式 按一下左上角的加号 里面我们去找到时钟 那现在画面上面大家看到呢 右边是iOS 16 就是还没有更新的版本哦 就是现在呢 这个新的版本 就有推出不同的时钟的样式 夺出了另外两个选项 就是这个还有这个 然后另外三款新的时钟呢 就是你可以加入不同城市的时间哦 那这三款是不同的样式 那你加入之后呢 你就可以再点一下这个时钟 然后你就可以去设定 你要哪一个地区的时间这样子 那原本如果你想要看到 其他城市的时间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只能一次设定四个 就是比较没有办法客制化这样子 下一个要讲到 我们现在背景图片的客制化程度 不是非常的高吗 然后现在呢 你可以针对它的滤镜 有更多的选择了 像是我们看到左边这边 你除了可以直接左右滑动 然后去看不同的滤镜之外呢 你还可以按右下角的这个颜色的按键呢 去看到不同的滤镜 就有更多不同的感觉 但我个人觉得里面的滤镜 好像都没有非常的好看就是了 再下一个呢 要讲到AirDrop的部分 我们现在iOS 17 不是多出了非常多 AirDrop的功能吗 例如说NameDrop之类的 那现在呢 我们在这个AirDrop的界面 就可以直接看到下面的使用提示 就是它说呢 如果你没有看到你想要找的人的话呢 你可以直接用你的手机的上端呢 去靠近对方的手机 就比较容易找到对方这样子 那再下一个呢 我们要讲到iMessage的部分 就是现在大家看到呢 语音讯息它的界面变得有点不一样 例如说我们看到 右边这边AirDrop 16呢 它的语音讯息其实是还蛮小一个的 比较难去点击啊 那现在Beta3呢 它把它改到这样子一个比较大 然后比较宽的一个界面 你就可以比较好去按它 然后另外呢 如果你今天想要储存语音讯息的话呢 现在界面也不太一样哦 就是以前我们储存语音讯息 就是只能存到档案的部分 现在我们直接长按这个语音讯息 它就可以存到语音备忘录了 但是我有点没办法理解的 就是我没有办法储存对方的语音讯息 就是我点进去 它没有给我储存的选项 因为像是原本旧版的 它里面就有一个储存按钮 所以它就是现在呢不让我们去储存对方的语音讯息了 不知道是为什么 那下一个呢我们要提到触觉回馈的部分 就是例如说我们今天打字啊 或是按按键的时候 它都会有些微的震动来给我们回馈 那现在这个选项有更多自定化的内容咯 那要如何设定呢 就是首先我们进到设定的部分 然后我们按这个辅助使用 里面我们去找到触控 里面就有一个触觉回馈触控点进去 里面呢你会看到现在呢 就是有三个不同的选项 之前是只有快跟慢 那现在就是多了一个预设值 然后它下面这边就是有一个测试的地方 就是例如说我今天调整不同的速度之后呢 我就可以到下面这边来试按看看 但是快的部分你就是几乎完全不用等 然后预设值的话呢 就是大概跟我们平常一样的反应时间 就是看每个人自己的使用习惯啦 然后再来下一个我们要讲到就是这次iO17 有一个新功能叫做待机模式 那这个待机模式呢 在设定里面现在有更多的选项咯 例如说我们现在点进来 它里面呢就是多出了这个夜间模式 还有显示通知的选项 那夜间模式我们点进去看看 里面就有两个不同的选项 例如说你要它以红色调显示啊 或者是你希望你有动作的时候 它就自动被唤醒之类的 这边就是可以自己来选择这样子 然后另外呢在显示通知的部分 就是看你在睡觉的时候 是不是要显示通知这样子 然后下面有备注说 就算你把它关起来呢 重要通知还是可以在待机模式当中显示 但是这个重要通知 我不太确定说要在哪里设定这样子 那这一次呢在iO17 也有一个蛮酷的新功能 叫做心理健康 我们之前有示范给大家看 那那个心理健康的界面呢 现在也有一些变动哦 就是现在呢 它多出了一个右上角的日历的按钮 点进去你就可以看到 你之前做过的记录是怎样 然后它就会以颜色显示在上面 然后它里面的这个颜色呢 现在也有一些变动 就是我记得原本是偏蓝色啦 就是在中性的部分 现在就是比较绿色这样子 然后呢整个界面都有一点点的改变 但是差别不是说非常的大哦 记录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阅历上面看到 我们记下来的这个当下的情绪是怎样哦 其实这样子还蛮可爱的耶 然后像是它越尖锐啊 就代表你今天星期就越不好 越平静呢 它就是会以圆显示 然后越快乐它就是会变成花花这样 所以就是还蛮酷的一个新的界面哦 下一个呢我们来看到天气APP里面呢 现在多出了一个全新的风地图哦 就是你可以在地图上面直接看到一个图层 全部都是风向或是风速哦 我们现在打开呢 就是按左下角的这个地图 点进去之后呢 我们看到图层这边呢 点进去 你就会看到有一个风在最下面 点下去 给大家看像是在宜兰这边呢 它就是有一个风的动画 一直在往上跑 就是现在是吹一个东南风 然后像是在宜兰这边 它就直接显示它有东南风二级 那像我们现在切换到淡水呢 你就可以看到它这个风流 它是从这边吹下来 所以它这边写背背西风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因为它的动画其实还蛮小 我不太确定大家看不看得到 但是它是一个非常精致的动画 例如说大家可能要去冲浪啊 或是你今天要去玩水上活动的话呢 就可以用这个方式先看一下 今天的风量或是风向这样子 我觉得还蛮方便的 然后下一个我们要讲的新功能呢 就是在相簿里面的垃圾桶里面啊 现在界面变得不一样 我这个不是非常的喜欢 因为我记得原本的垃圾桶啊 它下面这边是直接有两个按键 一个是直接清除 然后另外一个是全部复原嘛 那现在如果你想要清理垃圾桶 你一定要点到这个选单 就是右下角这个三个点点里面 里面就有一个删除 其实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苹果产品 都有这样子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就是他们一定要把原本 好好的按键丢到一个选单里面 就是完全的没有办法理解 为什么你要再做一个选单 让我点进去多一个步骤 尤其这个现象在电脑上面 特别的明显 我真的超级不爽的 然后再来呢 下一个我们来讲到就是之前啊 iOS17 我们不是有讲到一个很酷的新功能 就是在辅助使用里面呢 现在有一个个人声音的部分 那个人声音呢 之前我们是说 你一定要录15分钟的音嘛 它给你很多句子 那现在呢 他们直接把它改成 你一定要录完150个句子 它才会帮你生成你的个人声音 那现在呢 我到现在还没有把它全部录完 就是因为真的花蛮多时间的 但是其实你可以 例如说你每一次录个一两句 然后就是累积到150句 这样子也是可以的 那现在这个功能是还没有中文啦 就是主要还是以英文为主 好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这次iOS17 Beta2跟Beta3的所有新功能 不知道大家觉得怎样呢 我自己是非常期待iPhone15 还有iOS17的推出来 那到时候呢 有任何更新 我们也会立刻做影片来跟大家分享 那记得呢 也要分享这部影片 给你周遭使用iPhone的朋友哦 另外呢 一些比较深入话的内容 我会放在Instagram 欢迎去追踪哦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 我们下期再见 Bye by bwd6 by bwd6 by bwd6